好 那剛剛我們已經看見的就是 今天做基底的轉換就是這樣轉換 那我們再觀察一件事情 因為剛剛我們算了兩邊的identity 就是一個是從B換到Bθ 一個是Bθ換到B 我們來觀察一下他們兩個有什麼樣的關係 所以剛剛我們算了兩個矩陣 一號矩陣是他S S是實際上是identity identity從R2的identity 我們就不寫了它就有R2的 因為我們既然就有R2 所以就R2到R2的identity 它是從B換到Bθ 為什麼還這麼短 有一點複雜好吧 試試的幫我解解看 這是要讓它拉長 它有兩邊然後一邊是帶在我身上這個 好 好像一邊長一些了 好 所以一個是identity是B換到Bθ 來看看我們剛剛B開始的時候是Bθ換到B 對不起 S是Bθ換到B 然後剛剛的T inverse呢 是從R2的identity是從B換到Bθ 然後我們會發現 這剛好是相反的啊 所以我們這邊的S就是T T就是S啊 然後為什麼一個要寫的Inverse呢 因為呢 如果我們認真的看這個原來的矩陣 原來的其實就是ID 所以原來的T 在我們的例子 原來的T就是原來的S 它就是Bθ換到B 就這樣子 所以剛剛我們是直接把那個T inverse算出來的 也就是S inverse算出來的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不用 那邊是另外一邊的 還是你說你要解開以後才能再解開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無所謂 我怕它進入另一個久違的細節 好 然後所以呢 我們今天看到的就是說 他們兩個剛剛好是互相為Inverse 所以呢 其實我們剛剛好像也可以算出S了以後 因為我們S很好算嘛 還記得S怎麼算的嗎 S基本上就是把這兩個 第一根就是新的那一組基底 Bθ基底的第一號向量 就是E1放下去 因為輸出來就是要我們的那個標準基底 那E1不會變 就是E1 那另外一根基底是E-E 就直接放下去就得到S了 這個S很好算 在算T inverse的時候 讓我們造成有一點點小困擾 可是如果我們還能知道說 我們記得以前換算那個S inverse的時候 事實上就是T inverse 因為我們現在S這個是T T就是S啦 然後我們會發現是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就是 算這個Inverse 其實我們會算 就是Determinate 行列是1分之1 那就是這個E乘上-1 減掉1乘上-1就是-1 我來說什麼 1乘上-1就-1 減掉1就-2 -2分之1 然後乘上 然後對角線對調-1-1 然後其他都加上負號-1-1 就這樣子 好 所以沉進去了以後 就會得到2分之1 2分之1 2分之1 2分之-1 就這樣 然後你會發現 這個好巧 這是剛剛我們算出來的T inverse 沒錯就是這樣 可以嗎 OK好 所以 所以呢 所以以後我們至少有兩種技巧以上 至少有兩種技巧 一個是 一個是就真的照原來的規定 我們什麼該換到什麼 我們就把它算出來 因為這種方式最好計 因為就是把 我們要換成那個Bθ系統的話 就要把B矩陣先換成Bθ矩陣 然後送到Bθ矩陣的線性轉換 然後再從Bθ再換到 再換到B 再換到 對 再從B換到Bθ去 等一下我看我方向有沒有相反 對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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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寫錯 對 好 好 就是這一個是 我們要直接用那個 直接 直接想像比較容易想像 那但是熟悉了以後 我們會發現 欸 有些方向我們會比較好算 因為這個矩陣比較好算 然後再算這個Inverse 有時候不是很困難 如果當然那個Inverse很難算是題外化 但如果Inverse不是很難算的話呢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把它Inverse算出來 那這樣子得到這個矩陣 有時候比較簡單一點點 好 那我們這個未來 這件事我們是我們的主軸 所以我們會一直 反覆的重述這件事情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緊張 首先我們會把MF